像这边放的呢 都是后期塔 都是最近这几天大的 看这些塔 给我留的哈 嘿嘿 哎呀真好是赶 这一扒它就下来了 哎呀呀呀 这籽都出来了 看这籽真大呀 9月日期还在这呢 9月23号 看 9月23号 这都是最近这几天打的哈 嗯 五六条 也就五六条 这个写的是9月30号 昨天打的 今天是10月1 9月29号 就这塔子 没一个说 贼拉的殆尽 老殆尽了 现在找这样 就最近这几天打的塔子 根本都没有 你知道吗 太少太少了 而且最主要塔的大 子还敢 越晚的松子越好 这就已经是最晚最晚的了 看这松塔 太漂亮 焦绿啊 而且特别的敢 拿在手里感觉都不一样 这都是存后期塔呀 说 这籽是不是先吃最好吃了 嗯 那这还用说 最好的了哈 看我说太像样了 一直给我留着 风干塔 这就是风干塔 油籽就打出的籽就叫油籽 这就叫油籽 啊 这就油籽 嗯 这就是油籽 正宗的油籽 这塔应该是黑龙江 这地区最好的籽 像这时候的塔太少了哈 少少 10月1 你说这塔太少了 一般地方都掉没了 一般地方都掉没 关键都早早又打了 早又打 今天还汗 这样产量 减大成 三分之二 减产 减产三分之二 对 全减产 像这个松塔啊 范市就是经常上山的 打塔子的 一看就知道这个塔 是不是存后期塔 是不是油籽啊 哎呀 完了 白瞎子 慢点都崩出去了 因为它干 它哪哪 哪哪哪 哪哪都不粘了 你看 你看这掉来的 它一点 一点那个就是 粘度都没有 对 松油都没有了 对 正常的话 就是说早期籽 湿籽 它都不离胡 它这条籽 它都已经离胡了 对 吃一个 什么样 真好嗑 嘎邦一声 嗯 练牙口 看 真成了 颗粒饱满 哎呀 看这夹 嗯 这个松嘴 其实挺好嗑的 尤其是说 再来个小夹子 一夹嘎邦就开了 嗯 对 这松香味可浓 可浓的 你看这塔 你看什么色 你看这塔 什么色 黄羊 这是最好 你刚才呢 你刚才拿的还好 这是 十月一号打的 你这 这多好啊 这个 真是 都离 都离胡了 离胡 它都离胡了 嗯 这是最 叔叔你太好了 哈哈哈 真是好 这塔 你找的找不着啊 一点床都没有啊 这上哪找去了 对 现在都没有了 哎呀妈这大塔的 哎呦我的天啊 不好 还没有重演 还没有重演 两点 哎呀 看这塔子 这都已经离胡了 大家看到了吗 一点重演都没有啊 真漂亮 这塔子 可以说第一了 真就是第一了 真很能讲第一 看这真招是鞋的 皮儿还非常薄 皮儿薄 人儿大 你磕开你把皮儿打开 你把磕开之后 你把它漏出来 这是皮儿非常薄 皮儿薄人儿大 你问大哥前两天买枝 我那那个 那老实在讲 没话给我讲讲 搞你这皮儿太薄了 我处于不是一磕就薄了 它是没有理由的 交给你 你拿吧 别来了 别来了 你拿走了 身后这些啊 都是最近打的 刚才日期都给大家看了 这是我们这边 纯天然林的松塔 特别特别的好 就这个松塔 这个籽儿 如果排不上第一 就没有人敢说 这个是第一了 真的我就敢这么说 这都是纯天然的籽儿 就这皮籽儿太好太好了 总共就这些 这都是我熟提前给我留的 大家听 看 籽儿的声音都听出来了 是不是 就证明这个籽儿到底多干 是不是后期籽儿 籽儿好不好 都已经离狐了 如果要是先期的 不好的塔 根本都听不到声音 它会挂在这里边 看看 太好了 真的 太稀罕人了 这个是今天打的 10月1号 就说这籽儿好不好 就是这些 还有这边 都是最近打的塔 总共就这些啊 数量不多 真的太好了 再想找这样子儿 就真就找不着了 松塔基本就已经完事儿了 在这里还是要 谢谢我叔啊 给我们留这么好的塔子 但是这个子儿是真好啊 真的 而且这还是天然林的 就属于原始森林的松塔 这真是没个比 好了 给喜欢我视频的 给我留个关注吧 明天把这些塔 全都拖成粒 拉回家 拜拜了